银行实务商就发生过了 不小心给你买了两张 所以有两份地震全党怎么赔 就这个也不赔 那个也不赔 怎么赔 你们觉得是两张赔300 赔第1张赔第2张还是比例赔 比例赔 我方是如果300万买两张150不行 为什么,那你还收我钱 那你退我1350 两张都赔 同时先后买相同的地震基本保险 你要立即通知 没通知怎么样 没通知就没通知 来 遇到 发生承保损失 刚刚是不是看到 如果其他也要赔 本公司这样处理 如果你的 付保险的总保险金额 我刚刚讲你买两张是不是变150 是不是变300 如果你房子从事成本假设叫做500 有没有超过 我也没有不当得利啊 我买两张 那就 赔啊 赔两个150 对啊 对啊 不管你同时先后买 他会他会两张都赔 但是如果 如果你的 我们看往后看 来 如果你的 保额超过从事成本 比例赔 所以这样才合理 保险本来就因为打到 我的从事成本 假设叫240万 然后 然后 付保险的总额 假设我有两张 150 150 两张加起来300 超过他了 所以 看 本契约保额多少 150万 与总保险金额 的比例 总保额是300 本契约保额150 然后 从事成本内 予以理赔 240 就赔120 2加 就赔120 赔起来 是不是 对不对 好希望十字成本可以这样 又快要少 快快要没得卖了嘛 远行要停了嘛 台照差不多了 然后 全球 还在撑 还在撑 就暑假七八月全部停一停 大家去玩不是很好 对吧 因为我暑假好忙 我暑假我刚在看 早上在楼下 我今天6点50就到了 然后我就发现 模式没开 黑的 因为我上次在楼下 大家知道 对 我在那边排 暑假要 挑战要录 48或96小时的课 还在想 本来要去南部三个 但是要录 我想要把 业务员的教育训练 录完以后 看丢YouTube或者是 看有没有公司要用 因为 我看一下 还有时间 每一次后面快一点就好 但他这个速度应该比第一周好很多了 我拿掉一些东西反正 太多也听不懂 记不住了 业务员不是 第一年登陆 第1年24小时 第2到第5年是不是每年6小时 本来是应该是30加12人 然后里面6小时的法令遵循 都拉出来去保发上 业务员的交易训练 是不是这样 然后 然后各公司是不是都会有教育训练的系统 不管公司内部 有很多公司保经公司 可能用什么外面的 心统 就提供或者是有提供教育训练的平台 保经公司要跟他们花钱买 然后业务员要上时数 大部分业务员都在干嘛 放着让他跑 对不对 公司花钱弄客展 让你放着让他跑 然后坐高铁从高雄跑来这里上课 这样好玩吗 他从高雄坐高铁每个礼拜这样跑来 对 对 但我就问他说 因为可能南部是没有这种资源 上一天如果3000 高铁票来回2000 他觉得OK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点辛苦 那为什么不把那个 义务员本来就该上的课 让他弄得 比较让人家想上 对啊 所以96小时 但我可能要偷吃步 第一年入24 然后二大五年6666就从24拉出来 如果这样我就入48 产显48 受显48 我暑假有7周 7周可以没有课 7周 然后如果 一天如果可以 一周如果有一天或两天可以录 录5个小时 一周10个小时 7周也过70 录不到96 可能要挑战48 而且不可能都没10 暑假想要做这件事情 但课要重编过 来 丁蜘蛛 一样 如果20万 就是照保了去比例赔 不会说你 倒了你买两张 就会注40万 刚刚那个 因为保了负保险 你知道他们没有生命 解保了资奖 对没有关系 本来如果依法 负保险里面通知 他会失同恶意负保险 但他这边都帮你当善意负保险 因为实务上银行不允认错 从物买的状况好多 OK 好 那负保险 比较正常的状况 比较好的说法 虽然我们在保险法 你们看保险法35条 他讲负保险他讲的很单纯 你们办保险法35条 哪一页 第几页 81 他说要保人 负保的险叫做要保人对同一保险利益 同一保险事故 数个保险的分别定立数个契约 就叫保人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 好 那在36条说 你要通知 然后37条说你没通知就是不当得利 就是恶意负保险 对不对 好那善意负保险就是比例 比例赔 那你们如果再往23条看 在78眼 他说同一个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 定立数个契约 他都他都只有限制同一个利益同一个事故 那其实负保险这样的条件并不完整 比较完整的说法 会是这样讲 我们当然法律没有修本来要修也没机会修 应该 要这样子 要保人对同一个利益 你的同一个事故 为什么 因为 我可能车子 你如果这样讲车子是付保险 我车一台车我又买了借套险 又买了第三人 又买了 那个 车体险 可是他 不是同一个利益 车体是 财产损失 借套是 也是 一个是所有权 一个财产权 然后 责任钱是对别人的 事故也不一样 一个是碰撞寝负 一个是被偷窃 同一个期间 我如果今年买一张活血 没得买活血 你说我付保险 也没有 你期间还要一样 或者他是有重叠的 比如说 一张保单的期间 这样子 这个A保单 这个B保单 只有这一段期间是付保险 这里没有 这里是OK 这里是OK 所以期间也要重叠 然后 你还要 多张 还要 多保险人 那以前人家说单一公司爽十支 我就说 那就不是付保险 因为他是单一保险人 但是数张保单 OK 好 在这边 到这边还没有完整 为什么会有善意或恶意付保险 因为 付保险如果到这边 这样子付保险 可是 如果你说在积极保险 保险金额超过标的的价值 不然我们刚住国买两张 有没有同一个保险利益 有没有事故有个期间 可是我买很多张我保额没有超过 那发生事情他也不会说像双只是赔你两倍 所以你说我是恶意的付保险好像也不是 所以积极我们因为那个房子是积极所有权的 积极保险利益 就是我的保额 买好多张150150 结果我超过房子是240 好那消极保险为什么会买到这么多 应该要这样看 我消极保险比较好的定义是如果你买好多张最后 保险公司要赔的总额超过损失金额 才叫付保险 不然我举个例子 我假设能这样买 当然实务上现在是 不可能 我先买了第三人责任 喝险好了 或者活险 就驻火 驻火附加第三人 我刚好买了两张驻火 A保险公司 我有两张驻火 然后他的第三人我们是不是看 200 一个事故2400 就一个人是200万 驻火的基本的那个 然后 我买保险公司也是200 我买刚好买了两张 结果你今天真的烧死人了 赔偿责任如果是1000万 我应付 赔偿金额 我保险公司要付的赔偿金额 A公司赔200 B公司赔200 可是 这是一个消极的保险利益 最后人家求偿的金额叫1000万 我没有超过 你如果要打折赔 或比例赔很快 不然你驻火 为什么地震保险利益要两张都赔 对不对 好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东西 它其实并没有完整 在法令上跟条款都没有约好 会有这样的小问题 来条款的试用 你看到这边就好 附加条款跟组契约有抵触 以附加条款 所以我在地震里面的装潢 就不在建筑物里面了 他是不是有抵触 装潢在我们的 本来组保险7月条款 建筑物含装潢 但他这里的建筑物不含装潢 有抵触用附加条款为主 在契约上面是以那种 你原本定的契约是标准 然后附加 附约是就是 效率是优先的 所以你会看到你们的 受险常常有附约延续条款等等 这些 他去修改到上面 所以地震讲完了 剩三四分钟赶快帮大家 回忆一下活险的条款 差不多时间 记得要签到跟签退 刚在传 你看看到有个基本条款 就是供款条款的部分 然后活险是不是有1到6张 我们现在活险祝火讲完了 好祝火里面你基本上 比较少特约条款用 会有那种 抵押权 我上次有给大家看那个 保费延负 那个 就是持交的 我可以同意你持交 但你没效率不赔 那就是特约条款 好 然后附加条款 附加险条款 我们下午会上 附加险 附加险 那附加条款就是 另外加上去的 就跟售险它的架构不太一样 好 这个节目是 金融太driven